CODM使用率最高的四个配件 基本每个玩家都会使用 1.扩容弹架 不管哪种类型的枪械 续航能力是硬伤 而能填补续航的只有扩容弹架 不接受任何反驳 大多数玩家在装备配件时 都会先装扩容 千万别说你宁愿选择换弹时间 也不会去用扩容 2.红点 瞄准镜中用了最多的配件 相比于同为基础镜的全息 红点更受玩家欢迎 其实这两个基础镜也有部分放大小 所以很多玩家宁愿选择红点 也不会用其他背景 甚至有了改描枪皮 有些玩家也会喜欢装上红点 3.OWC战术雷射 相信你一定听说过 万物皆可OWC战术雷射 减少矩镜子弹散布和矩镜时间 但这两点就让很多玩家爱不释手 至于敌人可以看到的激光 可以说直接忽略不计了 又快又准 谁能不爱呢 4.失能 对于步枪来说 最常用的配件 游戏中选择步枪的玩家较多 如果你用过失能 或者被用失能的敌人击杀过 你也会选择失能 毕竟高伤的步枪加上击中减速 谁能不爱呢 以上4个配件 你平时用几个呢